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意大利在25号举行国会大选 极右政党意大利兄弟党 跟同盟政党赢得了超过四成的选票 将组成二战莫索里尼时代以来 最偏右最保守的联合政府 意大利兄弟党的党魁梅洛尼 渴望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位女性总理 她以抗中挺台出了名 在今年的7月份 如果国驻意大利代表会面 并且大方的秀出合照 更恰恰要取消跟中国大陆签订的 一带一路协议 不过梅洛尼的反欧盟反移民的立场 也令欧盟国家感到相当有喜 一片欢呼声中 意大利渴望迎来第一位女性总理 45岁的梅洛尼是极右政党 意大利兄弟党的党魁 25号在国会大选中 跟同盟政党赢得超过四成选票 拉下目前执政的民主党 将有望组织联合政府 成为二战莫索里尼时代以来 最偏右最保守的意大利政府 梅洛尼过去就以抗中挺台出了名 不仅曾在今年7月 大方秀出与我国驻意大利代表李新颖的合照 强调他始终跟深信自由与民主的人们 并肩同行 还曾表态上台之后 将不会延续由前总理孔帝 跟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 更直接呛杀 没有意愿促成中国在意大利扩张 而面对国家改朝换代 意大利民众看法不一 梅洛尼的右派反移民反欧盟立场 也令部分欧盟国家担心 不过梅洛尼的盛选演说 重申将会团结国家 做每个意大利人的总理 并将自己定位在中间偏右 而非极右派 立场明显比选前来的缓和 也被解读是要安抚欧盟跟国际伙伴 刘养兵